中超门将超级失误,故意等前锋来逼抢,手抛球却玩打,了导致丢球11月3日,中超联赛第28轮,一场关乎能否提前保级成功的战役,大连一方主场迎战北京人和,这两只升丹马本赛季中超踢得还不错,目前排在中游,虽相对比较安全,但还没有完全确定保级, 故本场狭路相逢,双方肯定也是想要力展对手提前上岸,在比赛进行倒闭17分钟时,场上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,大连一方门将张冲竟然出现超级低级失误,让北京人和20号曹永静抓住机会,助攻迪奥普搬平了比分,这一球和欧冠决赛黄马对阵利物浦,卡里乌斯的失误很像, 都是光把注意力放在队友身上,而忽略了突然插上来的前锋,导致手抛球被阻截,从而丢球,这个球,可以说完全是张冲的责任,首先,他是故意没有第一时间抱这个球,而是等对方前锋曹永静上前逼抢的时候,才好征一夹地将球抱起来, 在这一过程中,张冲已经观察好了队友的位置,也想好了抱起球后,该如何处理,但这一切都被曹永静给识破了,他一个侧身伸脚,挡的就是张冲的传球路线,而张冲的手抛球也没把握好,直接扔到了对方身上,被想断。 被想断后,张冲没有第一时间去回房,而是举着双手向裁判投诉,这也是不明智的表现,不管如何,比赛还在进行中,先守好门再说,皮球入网后,张冲终于有机会好好找裁判说道说道了,他非常愤怒,但裁判却不买账,反而给了他一张黄牌,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。